哈喽大家好我是Guma-san 今天这一期呢我不聊动画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部漫画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有看过西游记吗 就算你没有看过 那你应该听过什么是西游记吧 如果你连什么是西游记都没有听过的话 那我非常怀疑你是看抖音出身的 好 既然我会问这个问题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漫画 肯定是和西游记有着很大的关系啦 大家揭晓这部漫画的名字之前呢 首先稍微和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漫画的故事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 山藏法师带着三位徒弟往西边取经 这位徒弟分别是 身材非常苗条的双毛尾孙悟空 欧摆非常大的猪八戒 以及五口型黑蝉子的美少女 沙烏记 你开活玩笑啊 你介绍的根本就不是西游记啊 明明三位徒弟分别是猴子猪以及秃头 为什么你介绍的三位徒弟的外貌全是美少女啊 你不要骗我们没有看过西游记啊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介绍的漫画真的是西游记 只不过西游记的前面还有两个字 烦恼 全名是烦恼西游记 这是一部以西游记为故事 让本改篇而成的搞笑卖肉漫画 我身为一名喜欢看神经故事的肥宅YouTuber 哪里可能会介绍正经的西游记故事给你们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 为什么这部漫画要取烦恼西游记这个名字 原因是 谭三藏取西游真正的难题并不是路途遥远 然后怕被妖怪抓走把他给吃掉之类的啊 他真正的难题是 这三位弟子让他很烦恼啊 在故事刚开始呢 三藏法师在一片毫无生物气息的幻野旅行中 虽然感到不安 但三藏法师知道这是佛祖给他的试炼 在考验他的内心是否能够保持冷静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呢 此时的苏空当着金斗鱼 看着前方有没有妖怪 而且他的樱桃是对着谭三藏的脸 不只这样就连猪八戒 时不时也会对着谭三藏露出他的欧拜 然后沙乌鸡的下巴针 有穿得也没有穿 一直看见他的樱桃 使得谭三藏一直处于心中杂念的状态 不只是这三位秃地而已 就连菩萨也是欧拜非常大的妹子啊 大到一个地步呢 我都已经把画面差不多遮一半了 真的太可怕了 而且这位菩萨呢 比起关心谭三藏能不能取吸睛顺利 他更关心的是让谭三藏产生色色的想法啊 三藏为了可以战胜自己的色心 所以他拜托菩萨做了一件对男人来说非常痛的事情 谭三藏叫菩萨吃一堂一个迷你金箍咒 被把迷你金箍咒呢 带在他的小钉钉 只要他头脑一想到色色的画面 那迷你金箍咒呢 就会收起碰碰他的啊 哦等一下 我越讲越觉得 哇哦 虽然前面好像说到谭三藏好像很白痴似的啊 比真正的谭三藏更糟糕啊 没办法嘛 毕竟他周围的徒弟比女儿国更加适应人啊 可是这部茂化的谭三藏 还有一个地方是和原版不一样的 那就是他很强 他可以一个的把几名强盗给秒杀 虽然对方不是妖怪啦 但根据他徒弟的描述呢 其实谭三藏的战力是比三位徒弟强很多的 但谭三藏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他一看到女性暴露的样子 他就会马上心存杂念 然后立刻弱化 而且谭三藏很衰啦 他遇到很多敌人都是女性为主的啊 在家的身材还真的是挺不错啊 所以他即使很强 但很多时候呢 他还是要靠徒弟去解围啦 除了谭三藏的人设和原本的人设的想法以外呢 其他三位徒弟也是如此 例如苏武功在烦恼西游记的形象 根本就是傲娇嘛 只要三藏法师称上他 或者是做出一些光态的举动 他就会很傲娇的害羞 我相信熟悉西游记的观众们一定会很好奇 诶 既然苏武功都已经改变成是傲娇的刷马尾被子啦 那火火山的猴子猴叔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既然大师兄都已经变成女生了 那他的猴子猴叔大大就变成 等一下等一下 最近YouTube对于XX比较敏感啊 我怕我的频道会被咔嚓 所以我还是不要说出那个字比较好啦 好 接下来就是猪八戒 猪八戒就是欧摆非常大 既然他的欧摆很大呢 那他肯定是这部漫画最多的福利丹丹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比起大师兄和三师弟 猪八戒的戏份给我的感觉蛮多的啊 甚至有一股正宫的感觉啊 再加上性格上还挺婆大 如果这部漫画动画化的话呢 到时一定会有很多网民把猪八戒当成老婆看待的 最后就是三师弟沙乌镜 他是我觉得和原版差别非常大的角色 不只从原版的秃头改变成 倒住落樱桃的黑蚱子美少年 而且性格还变成五口气的属性啊 虽然我知道比起两位师兄呢 沙乌镜的确是比较很少说话的 毕竟人家比较和谐嘛 并没有像两位师兄一直吵来吵去 但是不代表人家就不想说话好吗 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故事来到沙乌镜的个人故事后 沙沙法师只要对他做出一些举动呢 他就会露出害羞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呢 应该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三位徒弟都对自己的师父有好感啊 我卡 我刚开始以为自己是在追搞笑卖肉版的鸡乌镜 原来我是在看后宫恋爱漫画 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由于本作是基于西游记的内容做改篇的关系 所以有些故事呢 会玩一些原本西游记的一些梗 熟悉西游记的读者们看到那些梗会觉得很有趣 再加上故事本身偏搞笑 妹子也画得非常可爱啊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喜欢看妹子 或者很喜欢看恶搞故事的观众的话 那烦恼西游记我是相当推荐哦 虽然我也希望烦恼西游记能够动画化 虽然我相信如果真的有动画画的话 应该有87%会把羊脸的地方给遮掉 就好像我今天的影片一样 那如果是给DNK负责改篇的话 就不是那一回事咯 到时一定会这样 会复苏师和不道德工会 一样出两个版本的 所以我希望真的可以被我乃中烦恼西游记 公布动画化制作决定 并且给DNK负责改篇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